今天早上起床有没有感受到 这一波寒流的威力真的是蛮强的 而且非常冷又非常的干 因为大陆冷高压的中心是比较偏南边出海 所以就连南部地区感受上也是非常明显 气象局就在刚刚也再次的发布了低温特报 17个县市都是属于是橘灯非常寒冷 有可能来到6度的低温 所以要提醒大家现在除了南高屏之外呢 都是属于在非常寒冷的范围 而且要到明天清晨都还是非常的冷 而且这一波寒流到底会预计影响到什么时候呢 就是到开工日那一天 可以看到像是这个气象局局长郑明典就说了 这一波干冷的寒流呢 南部其实低温都非常的冷 尤其在清晨的时候 但是太阳出来的时候呢 温度就会渐渐回升了 所以日夜温差可以说是非常的大 但是呢到明天周日的时候 清晨其实白天的回温还是有限的 预计要到下周一回温才会变得比较高一些 因为接下来从开工日 1月30号周一到周三 这几天呢会渐渐回暖 因为寒流就要来减弱了 有可能白天会回升到20度以上 但是清晨的时候可以看到 辐射冷却影响也是蛮强劲的 所以有可能还是有11到13度的低温 但是呢这几天好天气之后呢 周四也就是2月2号这天 又有一波东北季风要来影响台湾了 北部迎风面可能又会有一些雨 但是这一波影响的时间会比较短一点 还是要提醒大家 从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寒流影响还是非常强的 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多添一物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